好吧,10点30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直播吧 先上带大家谢谢你们点进来看我们的直播 这里是关于VisionX项目的直播 然后我是你们今天的直播主持人Caylen 然后我们现在今天呢 其实我们是在VisionX的硅谷办公室 我们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 所以非常谢谢顾博士,顾海松博士 来跟我一起做这个直播 然后顾博士呢,他是VisionX的创始人之一 他在行业里面已经有很多年做人工智能 跟智能检测的经验了 所以接下来顾博士会跟我们一一讲解 关于VisionX这个项目的一些细节 然后这个直播其实我们主要是从我们的社区里面 收集了一些大家社区成员问的很多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直播会给大家一一的做解答 然后我们欢迎顾博士来给我们做这个直播的讲解 然后顾博士,麻烦你跟大家就是可能介绍一下你自己 然后你是怎么样发展成为VisionX这个项目的创始人的 大家好,首先我非常感谢大家周末星期天还在参加我们这个直播 那么VisionX呢,实际上是在我进这个整四脑链以后 这个浮化出来的一个项目的吧 因为我刚才开了也介绍了,我在这个工业智能这个领域里面实际上进入这个领域是蛮早的啊 大概从,应该从到日本留学开始就是从90年开始就进入了工业智能这个领域 那时候实际上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大家也知道实际上有50多年的历史 而人工智能实际上在我们的深度学习啊,就最近十年深度学习以前呢 也有一段时间非常成功的啊,应用 这就是那个工业智检这个领域 特别是80年代90年代这个阶段呢 在日本啊,这个工业智能化或者是工厂智能化这个领域里面用的非常成功 那么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呢,到日本留学,在留学一边勤工检业,一边在留学,后来也到从下 那么再加近十年的时间啊,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 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情节,但那时候的做法啊 做法呢和我们现在是不同的,那时候实际上是定制化开发 全部都是定制化开发,所以呢,很难找到一个通用的这个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所以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情节 也就是在这个将近,我后来到美国以后,也是关注这个领域啊 所以这平时也就是拒绝这个说,这个智检这个行业啊 能不能有个通用的解决方案,对吧 这个后来呢,也就是最近,包括最近在那个美的工作啊 也是涉及到这个领域,但是那时候呢,由于没有这个区块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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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没有圣老链这个平台呢 很难做成这个通用化,很难做成一个解决方案 这也是我进入这个圣老链这个公司的一个最初的初衷啊 嗯,所以,进入这个领域呢,也进入圣老链,5月份进来以后呢 也发现这个可能能够实现了,可能实现有一个通用性的啊 这个工业之间的这个一个方案,大概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实现 嗯,那么,然后我,我们进来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和我们共同的创始啊 呃,网络员博士的一起啊,这个,这个协作下,因为他大力支持下 那么我们很快的就开发了一套,这个,这个,通用性的,而且精度非常高的 同时利用现在的这个,这个最新的,深度学习的技术啊 嗯,智能技术,所以打字,已经打造了一个,呃,非常好的一个通用性的方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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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顾博士其实在行业里面,已经是有超过了二十几年的经验了 然后,那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个VisionX的项目,这个名字是非常酷的 为什么会叫VisionX呢?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嗯,有,有,有,首先我解释这个X啊 X我们所以想强调的是跨行业,就是close 呃,跨行业,因为我们,就是那个英文的,close,close 呃,这是一个跨行业,或者是在同行业,我们要跨,跨公司,那要协同 这么,这也是一个,我们强调X的一个,意思 那,这个到目前为止,现在人工智能就很难进入到,很难达到这个程度 那我们想充分利用,那个区块链这个技术啊,来实现这个目标 这是X的意思,Vision呢,至少有两层意思啊 就是大家知道人工智能呢,最成功的应用之一就是,呃, 计算机视觉,或者是Compute Vision,或者我们讲Machine Vision这个领域 那么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利用这个,呃,想利用Vision这个技术呢 呃,为核心呢,来提供工业的,呃,解决方案 那么,那么可能是工业的,瑕疵的检测啊,产品质量的,或者是,呃,视觉的义务检测 这是一个Vision的这个意思含义 嗯嗯,还有一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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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就是强调的,可能这个Vision呢,我们想做一个Visionary的 就是有,有,有前瞻性的,引领的,啊,引领这个,呃,这个,呃,去观念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一个结合 特别是把这个我们这个,人工工业智能化的,引领到一个跨行业的协同的这个操作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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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平台上来,那么,来极大的提升,这个工业智能化的这个,呃,这个进程 嗯嗯嗯嗯嗯嗯,这是我想这个Vision的,有,你知道有两层的意思 OK,那所以,Visionary这个项目,其实它有特定的客户群吗?或者是,它是面向哪几方面的产业的呢? 嗯嗯,不是哪几方面的,而是通用的,通用的,通用的,所有行业 通用的,所有行业,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这也是我一个情节 我们发现这个,实际上呢,呃,所有的行业,啊,嗯,都有,都雇有大量的质检人员 它用眼睛去唱,它用眼睛来,来检测产品的,呃,呃,质量也好,或者是有什么异常的发现啊,异常的行为 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呃,集团器视觉,或者最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应用场景 那么,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是说,呃,我们去年的,呃,南京的世界智能 制造大会,啊,它做了一个统计,如果把我们中国所有行业加在一起 目测制检人员的人数呢,将近有6000万人,啊,这个数据6000万人,嗯,那再讲一个细分行业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讲,呃,显示屏的这个检测,这个非常细分的 这个检测,有40万人,嗯,有40万人,就一天到晚关在这个一个特殊的房子里面,大家用眼睛来看,各种各样的,显示屏的瑕疵 那么,再回到我们讲美的,我也去,这个美对也要调查了,美的这么一个单位的公司呢,它现在啊,它现在就一千三百人在做这个事情 一千三百人,所以,所以这个行业实际上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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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或者是这个市场是,是通用性的,嗯嗯,而且是巨大的,巨大的 非常有潜力的,所以我们首先在盯着这个,认定这个行业,嗯,嗯,但是,但是由于呢,现在由于,呃,技术上面的原因,或者是,所以,还是大量的,特别中国的,呃,还是大量的采用人工来做这些事情,嗯嗯,这就产生另外一个,由于中国的,这个,呃,这个,年轻人的越来越少,现在又不是老龄化的程度也高,而且,中国的这个生产成本,呃,也提高了,嗯嗯,所以就产生了大量的,这个,这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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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这个,呃,呃,这个,呃,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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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价值在那里,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能够,能够捡人,或者是代替人来做这件事情,实际上对,呃,不仅是提高这个,呃,产品的质量,啊,嗯,嗯,从质量上面能够,因为它其实呢,是比较重视的执行一个任务的,再加上呢,会,会减少这个各个行业的这个整个生产成本,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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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于,对于各个企业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价值,OK,所以VisionX这个项目是面向所有行业的,所有啊,然后是任何一个需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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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机器检测,或者是人工智能需求的行业的,对吧,对,嗯,那其实VisionX这个项目的技术,会比我们传统现在用的技术的优势在哪里呢,嗯,这个,我,这个,传统的行业啊,嗯,实际上我讲这个行业,至少有,之后我介入了,就做了30年了,嗯,嗯,那比较是技术的发展呢,以前我给你讲的是定时化开通,所有的,呃,呃,一个任务,我们拿过来以后,哪怕是一个生产线,我拿过来以后, 哪个产品呢,我们根据它的一些,呃,形状也好,或者它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从软件,要定时化开发,嗯,嗯,包括成像系统,我们要定时化开发,嗯,嗯,以及后面的整套系统,都需要,这导致呢,开发周期特别长,而且呢,大概需要多久的,大概最少的话,要三个月到三个月,对吧,那么,而且最重要的是成本,非常高,因为,嗯,每一个工程师都不便宜,对吧,嗯,嗯,嗯,而且这个需要专业的知识,所以对于,对于,对于, 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造价呢,就非常高,嗯,嗯,再加上呢,由于不通用,那很难的推广,嗯,很难的推广,就是,就是说,所以这个呢,导致了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以前啊,但是呢,现在呢,首先呢,我也感谢,最近的这个,这几十年的,这个深度学习技术,所以也就是说,导致了,人工智能整个的,整个的,人工智能技术在,会在全,全行业的推广,嗯,嗯,这是重要的原因呢,首先呢,这个深度学习的技术确实是一个, 呃,非常这个,呃,非常这个,呃,好的一个技术,它到,它会,会,会,会产生,一些通用的,一些算法,来解决一些通用的问题,在,那么我们,我们讲,我们现在这个,所以也就,借助于这个,呃,深度学习的这个,这个最近的发展嘛,再加上,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自身的,呃,一些这个,利用,我们起快点的一些,这个平台,呃,收集的,能够快速的收集一些, 有效的数据,嗯,嗯,嗯,然后以及呢,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专利水平的,叫做我们的DataNomi,会快速的,产生,呃,对于某一个工业检测,任务的一个大量的数据,其实DataNomi这个字,我没有听说过,诶,是,顾博士,对,这是我们,这是两个字的组合,嗯,就是Data,啊,Data和TaxNomi,TaxNomi是一个分类法的一个意思,所以DataTaxNomi, 我们组合,我们叫做DataNomi,嗯,这为什么强调,就是说,我们知道,深度,呃,深度学习,经过计算非常好,但是它的前提是,要,要有大量的数据,嗯,嗯,那么以前的工业任务的话,很难找到,大量的数据,很难收集大量的数据,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一个问题呢,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最新的核心算法,这个算法,我们也,也申请了专利,嗯,嗯,能够快速的产生,有效的,呃,数据,那么,由于有,有, 有效的数据,再加上结合最新的这个深度学习算法,我们会,能够产生一个非常有效,而且是,呃,好的,通用的,一个解决方案,对目,对目一个这个,那个,任务,嗯,嗯,嗯,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啊,或者说,你知道我们,我传统的方法,呃,的一个差别,那么,我再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啊,这个时间,因为,我再讲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国际的这个工业质检啊,或者是工业瑕疵检测,从2007年来,就是对于有效的数据,再加上结合最新的这个深度学习算法,我们会,能够产生一个非常有效,而且是,呃, 我们会,能够产生一个非常有效的数据局,嗯,嗯,这个数据局分十大类,它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表面上面,产生各种各样的瑕疵,从2007年开始,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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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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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所以我们就显示了我们现在新的专法 通用性也好进度上都很大的提高 那其实是为什么 什么原因让这个VisionX的项目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发展的这么迅速呢 就是可以达到这么高精准的程度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对 就是说我们首先 我们首先充分利用了 现在我们省老年提供的 这么一个人工智能的开发平台 有很好的算力 然后DBC的全力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那第二个呢 也是可能我们的专业知识吧 我们开发了一个非常好的算法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也是我个人的经历吧 实际上我在个人这几年 也是收集了一些重要的作业 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产生了工业表面瑕疵的 也可能是全球上最大的一个 一个数据集 一个数据集 就是三点嘛 就是要搞一个我们现在 最近呢 就能够非常快的啊 能够产生出一个同用的 和高性价比的一个技术 OK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访问的过程中 也不断的提到DBC或者是声脑链 然后我们社区里面也有很多成员 就是一直在关心说这个VisionX的项目 跟声脑链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那顾博士您能为大家解释一下吗 我刚才也讲了 你说首先呢 因为我会讲讲 就是因为声脑链呢 实际上是 这也是我进声脑链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我在人工智能做了这么多年 我确实发现声脑链提供的这个平台啊 是真正抓住了我们人工智能开发和落地的一个痛点 痛点问题 很难想象 如果我是一个 现在如果只是一个startup啊 我大概很难 确认一个很好的数据 即使我收集那么多数据啊 你觉得我们这个用DataNomity训练一个数据最多 我们如果是没有好的算定的话 我们大概要训练 调度参合训练几个月 那么由于这个声脑链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算定平台 然后导致了我们开发的效率就非常高 开发效率很高 这就是 然后呢 因为声脑链是一个平台 它也非常的支持我们这个开发 腐化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产品嘛 那么我在声脑链呢 但是担任这个人工智能应用的这个组间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第一个浮化出来的这个项目 那么我也希望呢 我们其他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我们这个开发团队也好 或者是能够利用声脑链这个平台 我们只是做一个这个小 case 或者是一个样本 嗯嗯嗯嗯嗯嗯嗯 因为它非常有效 所以呢 希望其他的这个人工智能团队也能够去送的利用声脑链的平台啊 能够快速的开发出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 OK 所以基本上声脑链就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然后VisionX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孵化的第一个人工智能的技术项目 对 然后其实VisionX它有很多人说我们有很多killer apps 就是这里的apps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手机的那个应用程式 而是真正技术可以落地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所以顾博士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就是VisionX现在为止 有哪些killer apps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好这个killer apps呢就是说我们 killer apps呢就是说 呃第一个啊 第一个我们讲的是正向Vision 我们想充分利用这个Vision的技术 我觉得Vision的技术来解决这个工业智能的一些问题啊 第一个落地呢就是我要就是工业产品的那个表面瑕疵的检测 呃这个由于我刚才也前面讲到我们有很多技术 由于播放数据机也好 算法也好进度也好通用也好 而且这个市场也特别大 所以我们首先的那个killer apps 就是一个表面瑕疵的那个检测 呃这个检测 而且我表面瑕疵的 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有表面的那个划痕 那么要想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 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你如果走到生产线上你就看到 所以生产线那个这个结尾的地方呢 就有一个这个质量检测的这么一个 不管是用人也主要或者是用机器也有这么一个最后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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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序吧 那么那么我们首先的就是说像落地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开发出这么一个解决方案来 嗯嗯 那么以后我们还会充分的用这个 微卷的这个技术啊 来所有的这个工艺 呃这个 需要收集大量的数据 那么需要各行业的 或者同行业的 这个 各公司的 都同意合作 嗯嗯 才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 同用的和跨行业的 同意的解决方案 嗯 那其实 为什么VisionX 是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视觉检测的一个技术 它跟区块链其实是有什么关系的呢 为什么这个技术是可以运用到区块链上面的 对 这个区块链要 嗯 区块链呢 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开发这种 开发这种跨行业的 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 从三个方面 嗯 可以讲 第一个呢 因为区块链提供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网络 OK 这个呢 就能够首先能够帮助我们收集大量的这个数据 嗯 因为数据现在已经变成了人工智能开发的一个一个核心的一个核心 那么 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经常会讲到这个 这个 这个gabage in orgabage ou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收集的数据 不完全不原差 那我们虽然和模型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 烂的模型 有偏差的 再加上可能我们大家经常会听说 哎呀将来以后这个人工智能会不会有邪恶 会把我们人类也给颠覆的啊 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可能唯一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如果我们数据有偏差的话 那么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算法呢 也就是这么一个技术 智能核心的实际上呢 就是说一旦我们贡献的数据 贡献的数据 它就会在那个 就是说分布式的账本里面 进行清除的记录 而且无法传配 这就保证了这个数据的这个公开性和公正性 也就是说那么 谁贡献的 他贡献的 都会大家都透明公正 这是第二条 就是说 智能非法的智能合约啊 包括他有奖励的多少 也都是在一开始公开 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有个通证的这个 这个奖励的机制啊 这个以前呢 我们也会提倡啊 我们给你装了机器 比如你的产生的一些数据啊 我希望你能够这个 和大家分享 嗯 分享 但是呢 作为用户的话 他以前呢 没有动力去分享这个数据 没有动力的 因为分享出去 数据就没有了 所以没有 他没有什么奖励 他干嘛要给你分享呢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通证的这个方式 去完成通证的这个 这个经济的方式呢 会激励大家去分享数据 至少呢 他如果分享出去 至少我们可以给他 两个 这特别在我们平台里 给他两个优势 就是说 第一个呢 我们以前这个行业啊 你装了一套解决方案的话 他还有一个每年呢 至少25%的这个 产品升级费和维护费 25% 嗯 假如说 他 他把数据分享出来 那么 我们为他产生的 新的解决方案 嗯 这样他自己呢 可能制造他这个 因为他数据是他提供的 对吧 我们记得了 那么作为一奖提侦 那么他可能以后的这个 这个 这明年的这个 这个 产品 更新 更新换代啊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 接到他的 嗯 第二个最好的是 就是说 他和共享 的数据 如果我们把它 用着别的解决方案上 那么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回报 嗯 因为他数据 的季度在 在在在 在案 对吧 我们可以追溯的 他在哪个应用商区 运用到 他提供的 贡献的数据 所以就是贡献者 如果贡献的数据 然后有被运用到 其他的解决方案上面 他也是会收到 收到一些奖励的 对吧 奖励的 其实 呃 再加上呢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以前的那个 因为数据的那个 所有全问题啊 就是我们常用的 就没有解决这个 嗯 因为他不是区块链的嘛 所以给人家拿了 用他也不怕控制 嗯 那么区块链呢 因为大家都是有一个 那个加密的 所以 数据的 提供方 他永远能够 控制 他的数据 他如果 他不愿意 和哪一个 比如他不愿意 跟竞争对手 他可以控制 对吧 他愿意去哪 所以 这个就是为了解决 这个我们这个 区块链就解决了一个 将来以后这个 数据的财产的 一个所有权问题 所以说 这对于企业的解决方案 企业方案 将来以后要做 企业解决方案 这是可能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数据的所有方 数据的所有方 或者财献方 他已经 一直能够控制他的数据 对 那所以其实就是因为 运用了区块链的这个技术 他有那个去中心化的特性 所以其实这个数据是全球都可以 share分享的 对 然后也因为是有这个区块链技术 然后就打破了之前传统的跨行业公司 或者企业之间合作的模式的局限性 然后就是为他们现在如果是数据分享 然后或者做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合作 提供了一个更便利的方案 对吧 然后 其实 顾博士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VisionX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发展那么快 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未来三个月或者是六个月 你们的那个技术发展计划 会有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吗 好的 因为这个 我是刚从国内参加过世界世界智能制造大 我有回来 那么 我在这次会上也介绍了我们这个 这个技术 以及现在的技术 那么确实得到各行各业的强烈感想 因为确实抓住了他们同志 而且以前的这个表面瑕疵是非常难做 非常难做 那我们 我们呢 首先呢 是一个通用技术 而且 我们并不要客户提供大量的数据 你就可以呢 提供基本的解决方案 然后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可以不断的跌代 对吧 同时呢 我们通过区块链的这个平台 又能够提供 鼓励他们能够奖励 然后不断的提高他们产品的这个质量 所以呢 我相信呢 在今年年底呢 我们会有几个 落地的这个 运用 今年年底 那么 那么 至于明年的这个 第一季度的规划 那么我们肯定是会 更加推广 让跨行业的这个 这个 视觉异常检测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特别是打造这个生态 特别是想做几个呢 就跨行业的 这个协同的 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我们也讲了 我们还要扩展出 扩展我们的除了这个 维军的这个 视觉异常检测的这个产品以外 要进一步的呢 要推广到比如说 智能机器人方面啊 对吧 或者是前瞻性的维护方面 这些方面 这是技术上面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工业 结工智能检测的技术上面的 这个一个 一个开发器吧 同时呢 我们要 结合我们这个链 这个区块链 对吧 对吧 那么我们希望呢 跟这个生老年经济合作 那么能够把我们的 就是这个测试点 要上线 同时呢 要开放这个 我们这个 工业智能链 我们叫微信X的这个 通证的这个 这个通证的经济 这个把它做起来 这个实现了这个 能够由于用奖励 极致的工智 把它这个实现 这是这个第一季度 我们的目标 那么 第二季度呢 到第四季度呢 我们想做 把社区要扩大 对吧 因为社区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就是我刚才讲 社区最基本的 我们在全球上会有 会有点帮助我们 在全球上收集一些 解决方案的数据 然后标识一些 所以 因为标识数据 在人工智能的这个 这个解决方案里面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数据 那么需要大量的这个社区的人 来参加我们的标识 对吧 来合同 那么同时呢 我们希望呢 明年的下半年 能够组织商量 能够实现的跨行业的 这个企业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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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同吧 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 同时呢 扩展了各行业的 那个 和应用的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 数据 我们呢和其他的那个 区块链的人工智能 稍微一大部分 我们是强调的解决方案 并不简单的是数据搜集 所以虽然我们在数据搜集里面 有很多自己的特殊的技术 但是我们希望呢 我们的实际解决方案 不是简单的数据 数据呢 可能 客户里面他也会数据 他最正要的是 我们只能解决方案 那顾博士 最近我们有 VisionX 会有跟什么样的 合作伙伴在沟通吗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这次 参加南京的 南京有几个代表性的公司 比如说南京钢铁厂 南京钢铁厂 南京钢铁厂 那么它有大量的 这个 钢板的瑕疵 全线的检测 而这个正好是在 我们的这个 这个收集数据 这个 我们通用的解决方案 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行业就是钢铁的 这我们已经有了 所以我讲我们 可以 他们现在还是用传统的解决方案 来做这件事 那么听到我们 非常想合作 非常想谈 还有一个呢 就是南京铁厂 一个著名的这个 链石器厂家 就是熊帽 熊帽电视 熊帽电视 他们也考虑了这个下半年 他们正好有一个 就是全国代表性的 智能制造的这么一个 实战工厂 那么希望呢 把我们的解决方案 放进去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我们 现在有的这个 摩地的 下次检测的这个 这个 因为我们的合作 合作的这个机会吧 或者 再加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说 我们 实际上啊 你们大家可能 大家觉得这个 就是矿业啊 就是我们 我们都是在数字万矿这个矿 我在讲的是真正的煤矿 真正的煤矿 煤矿这个行业呢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行业 巨大的行业 那么我们现在跟那个 中美科集团 中美科集团 那么他们现在呢 这个国家的战略计划 就是在2020年 要实现这个 智慧矿山 这么一个 2020年 要实现 这个矿材呢 那么这个里面呢 需要大量的 人工智能 或者视觉检测的这个 这个这个 需求 需求 你们看一下 你们如果知道 这个矿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它 煤炭的这个 应数权 传送材 传送材 首先呢 传送材是个非常长的 而且是非常有 成本非常高的一个 运输线 那么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有大量的 由于操作上的不规范 或者是 那个 有些工业 失误 会经常会导致的 这个传送材上的 缺损 瑕疵也好 或者是 损伤 那么 那么呢 最重要的是 即时检测 检测到这个 传送材上面的 各种各样的损伤 然后在它没有断裂之前呢 我们其实是修 嗯 那么这个技术 也是一个表面瑕疵的技术 所以正好马上就可以用到 我们现在的技术 就是检测 那个煤炭的传送带 传送带 然后你们再看 实际上 煤炭的传送带 也非常像 各个工厂的 装备现场的传送带一样 它在上面呢 只是放着煤 那么 这个煤呢 有的时候呢 如果非常大的煤呢 它会导致的 这个传送团的停止 卡住 那么卡住 就是降低了这个 生产效率 那么现在呢 是人站在旁边 这个出没口的地方 站在旁边 那么看 下面 下面 那么它需要人站在旁边 看到有大的煤站 要堵的时候呢 它用那个铲子倒一倒 那么我们现在的视觉异常检测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视觉异常检测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现在的视觉就是 可以很容易的发现 有没有大煤在它堵的 然后我们再 如果简单的结合一个简单的 机械臂的话 就可以马上的 就把这个 就是用那个机械臂把它移开 就把它移开了 这就涉及到我们下面要开发的 这个智能机器人的 这么一个场景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么智能矿山是什么意思呢 智能矿山它的意思就是 要求今后的 矿山的操作 要高效 减人 高效减人 听到没有 高效减人 那么高效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解决方案 就是 在它没有阻塞之前 能够及时发现 提高生产效率 那么减人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实现 刚才那个堵塞的 那我们现在锦下的那个工人 就可以 就可以减少几个了 它就可以 移到上面了 因为锦下 它就非常不安全 就锦下的条件 还是比较恶劣 非常恶劣 也没有 所以我们也是对这个 这个矿山的提供 所以这个 因为我们提供的一些 帮助他们 能够帮他们解决医学痛点的问题 所以他们已经 跟我们签了三年的这个 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而且这个 这个中国啊 中国的矿产 大型的矿产有七千多家 七千多家 那么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手下的人 大概就有五千多一个矿产 那么如果我们跟它 合作成功的话 可以作为一个行业的这个 一个标准的规范技术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是并没有任何人工智能的方案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VisionX将成为第一家 就是跟中美科合作的人工智能公司 然后去给他们提供这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去减少这一个传送带的那一个 锻炼发生的状况 然后还有那个矿下的工人的成本 对 这个还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对话 就是说我们器官链都是数字挖矿 我们真正的使用 通过数字挖矿的一些技术 就产生的 帮助真正的煤矿的一个 一个提供的解决方案 就是我们数字挖矿和真实的挖矿 结合起来 还有一个大家有 就是加了以后 我们为什么 我们 我们还是希望呢 能够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高效率的这个 这个挖矿体制 因为在煤矿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要数字挖矿的话 实际上 那个这个 或者是电能 电的消耗也是很大的 对吧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将来解决方案以后 我们希望呢 把我们的矿机也放进去 因为在煤炭那个 矿场附近呢 电力是非常便宜的 那么 那么不仅 如果我们这个实现的这一部分 把我们区块链的技术放进去 以后 不仅为这个 用户呢 减少了它的整个的成本 而且也帮助了这个挖矿销 我们数字挖矿的销 也会提到 所以将来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结合 对 数字挖矿和 参种挖矿 结合起来 我希望能够对我们 区块链的技术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推动 对吧 当然 对 所以其实VisionX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基础性的项目 并且已经有几家公司在作为合作伙伴 然后我们正在给他们提供一个 人工智能的视觉检测解决方案了 然后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这个项目 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你们在我们的社区留言 然后我们的社区小帮手 也会很快的回答大家的问题 然后基本上现在VisionX就有官网了 是visionx.org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我们也有YouTube频道 然后Telegram 跟 Telegram 然后还有Twitter都已经有在上面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项目是有兴趣的话 请继续关注 然后一有什么新闻或者是技术发展的话 我们就会在上面及时跟大家汇报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大家在线上比较关注的问题是 VisionX有一个大一币叫VNX 然后听说很快就会上交易所了 然后至于细节问题的话呢 我们VisionX的人员会在今天晚上稍晚一点跟大家做一个官方的宣布 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 然后这一次直播 如果大家会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社区留言 然后这个直播也会存抵 然后发放到我们其他的社交平台上面 所以没有跟到这一次直播的人 也可以在我们之后的一个社交平台去回放这一次的直播内容 然后所以谢谢顾博士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然后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